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阵双方都是2-0的一个战绩 而现在来说的话都是打BOE的一个比赛 这边是搬掉了刀妹 2-0对战2-0 身肩对白王这边是已经搬掉了洛 那看一下中国队第一手选人是选择了露露 在现在来说一般露露都是选择走中单比较多的 是的 这时候露露选出来的话也是想保着UC还打一个下路 中国台北的选人第一手是选择了大嘴 这手Betty也是在MSA上面用头特别好的一个英雄 是的这是他一个成名英雄 在关键时刻击败了King Zone 而于是同时是给上单PK 这里是拿下了奥恩 这也是众生平等的英雄 但是Ladmish拿下肾 这其实在对前方面更好打的 同时ADC后面是给UZ拿下了女警 另一边是要给Maple拿下左翼 左翼已经锁下开始第二轮的班人 感觉中国台北的一个左翼确实是他们的一个成名英雄 因为他们这个赛区的话前中期的节奏特别快 符合这个左翼的一个节奏 哪怕在17年的全民青上面 Fofo也是用这个英雄大杀四方的 是的 那在这边 英雄的班人是班掉了蚂蚱前期带节奏 同时班掉了梦魇 而在中国队这里是班掉了牛头和锤石 双方班人和选人都特别快 这边来到了中国台北的第二轮 这边是要选择青钢影作为打野吗 青钢影选出来了 确实青钢影这个版本的话 只要前期不劣势 六击之后的一个强有力的开团 确实很给力 这边是选择了卡尔玛辅助 以及一个打野的芒僧 最后一手是给造特拿下风女 双方这种选择非常的快 都是有魅而来 感觉是上天好了一样 真的没见过这么快的一个BP 那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阵型 中国在这边的话是一个典型的四宝一 围绕UZ建立一个体系的一个阵容 然后中国台北这边的话是一个多核体系 二恩包括青钢影还有左翼 这个中上影每个点的输出都很够 然后再加上一个大嘴加风女一个后期保障 其实现在我们看起来阵容 中国台北阵容几乎算是那种强无敌的 只要发育性 其实从版本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中国台北是更贴合版本的 而中国阵这边的阵容 其实前期如果拿不出优势 很有可能在中期就会被对面给打崩 是 确实在 前期的节奏吧 确实在近期的版本里 8点10啊 不论是之前的两个版本 女警的一个胜率都是偏低的 因为她的一个发育期实在太长了 进入召唤式峡谷 蓝色方中国队 红色方中国台北队 这边直接过来 QQ到打一套一个雷霆 来 先打一个下马威 但实际上 这是一波把对面中野逼回家 可以做一个野区入侵来布置眼位 同时可以知道对面开野的路线 是的 而且小明这边还偷了一个小工资 转一下 现在经济应该领先个10块钱 把蓝buff这边插一个眼 想观察一下青岗女的开局路线 又再带的是多蓝剑 现在还是要打得稍微凶一些点的 这种对线 下路对线 我个人认为 单论对线压线的情况下 应该是女警和卡玛更强势一些 因为大嘴和夫女前期是很难推线的 只能在躺下 推线的技能没有那么多 双方都是从上往下开 因为现在都是要对下半区进行针对 特别是在中国队 如果下半区一旦出事情 可能中期就完全打不了 这一盘中国队 是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下半区的 一个下路的一个对线情况 反观中国台北这边的话 是下路只要是安心发育就可以了 左翼和青岗影的这个中野连动 是非常强的 预赛这里 把第一波兵线压进去 但是如果在其他队伍 或其他的赛区代表队来说 我认为这个压宝 可能压得比较冒险 但中国队不一样 因为UZ是很少让人失望 通常来说下路的压线 包括中期的 只要是打单核 还是打双核 他都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个法语 是的 这边给夹子 前十二刀全部补到 二级学的是夹子 这个对线前两波兵 大嘴仅仅补到了四个刀 确实这个对线来讲的话 太悲动了 这一刻 中国台北的下路防复又回到了MSI 被中国支配的恐惧 上路的并线 来这里直接拉过来打一套 PK这里血量下得非常低啊 上下路的一个对线情况是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优势的 野区方面香锅这边也实际在进攻 侵略野区 这样来看香锅是有可能要开一个单Buff的 香锅有可能要开单Buff 因为他现在红Buff还没打 而且对面是有眼位的 是的 不过这一波的话是可以尝试约奥恩的一个塔的 奥恩这边也是意识到了危险 想回家 但是感觉回不太去 吸到打断 圣应该是要先扛塔的 圣应扛塔是最好的 那这边应该是先等一下 一个李青的Q技能的cd 哎 这里直接躲掉 是被嘲讽到了 这个PK拍一下 再摸一下这个 摸一下自己的队友 哇 这一波很极限啊 刚才一个下一个塔的攻击马上就要出手了 如果出手的话李青可能会不会换掉 这个睡眠气泡睡到 这交闪线 这个位置打一套线有可能要被单杀 他最后一丝鞋是被Maple杀掉了 现在来看这个中路的最先其实没有那么好过啊 因为西叶这一波是补了装备的 他是交了TP的 这个版本来说的话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露露他这个单跳能力和左翼是不成正比的 下路开始要对拼 找个机会小明这时有闪现 再看一下怎么留 这里平A一下是把Betty闪现也打出来了 雨在这里有点难受 被控到小明这边交一个闪现 但是哎 差一点点 青岸港影这边反而被赶来的李青给反杀了 人头是让小明给拿下 这样一来双方有赚有赔吧 其实UCI还算是没有那么亏 因为他有TP出来 而且B线没有那么差 是的 而且对面ADC是没拿到人头的 这一波香锅前期的节奏打得非常好啊 两个人都多了他有关 上路这波极限的月塔 和下路及时的支援 这一波女警被干克死之后 有点稍微断了压制的节奏 但是补刀方面还是领先十几个刀的 不过目前这个局面的话 中国台北的这个中椅是很顺的 这个位置 露露压力有点太深了 一个异性能过来并没有踹到 W减速一下旁边 PK也是过来 这一个顺便气泡隧道 人头应该是要让给左翼 Maple拿下了第二个人头 200的战绩 与此同时 中国队是在这个时候 把水龙给控了下来 是的 不过下路的压制 好像比我们想的更加的夸张一点 还不错 五分钟这个塔已经下掉了一半血以下 并且接下来的话 剩这边六击之后 围绕下路的一个攻势 中国队可能会更加的猛烈 而且刚才 PK来下路这一波 是亏了兵线的 是 我们看现在 刀莱特密是压了不少 但是上路那一波 月塔也是让PK亏了很多的刀 莱特密这次压运会 每次对线感觉都非常的舒服 经常在一些小细节上就取得了一些补刀的优势 练一下 骚扰赶紧拉掉 现在因为有水龙 前击拿得比较早 现在水龙收益还是比较高的 再打一下 AT互拼 小明这边想击杀Betty 再拼A一下换掉了 双方辅助都是拿到人头 但是 现在来说 UZ是可以继续吃线的 不过青钢瘾赶过来了 这一波的话 看到青钢瘾的UZ怎么 选择 剩这边是有大招的 现在就有一个闪现 剩这边大招还握在手里 这一波 莱特密是很想起杀星的 他是想等青钢瘾上头的一瞬间再放大 反手可能青钢瘾就没了 但是青钢瘾也没有上头 两边的一个博弈 确实都很谨慎 我看一下中单方面的补刀 现在 露露是出了一个步驾 出了一个小步驾 掏在身上 前期对线确实有点难受 隆明西炮又睡到 打一套很疼 直接打到残血 这一盘西叶来说的话 这盘这个对线是很难 去和左翼对抗了 看向小波想帮一手 这个位置 直接给了一个大招逃一下 但是Maple这里还是逃不掉的 平A是让西叶收下人头 这一波Maple 感觉他其实不用交大的话 是不可能死的 这直接R闪回来 一个R闪 但伤害不一定是够的 那青钢瘾这边 贝贝这里出现一个大失误啊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 在香锅脸上装 香锅可是有R闪的 没有想到这 而且可能青钢瘾也是觉得 他是个满血的 然后 左翼刚被击杀嘛 可能技能CD没好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香锅的伤害实在太高了 中国队这一波赚得盆满波满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是直接过来 Q一下就直接打一套雷霆 虽然被睡到没关系 他这个大招是骗子 他肯定会回来 然后同时打一套 平A收人头 这时候青钢瘾过来 眼位已经看到了 他完全没必要 他五级 躲一个Q 他一一上来 这个时候就直接 你既然上来 那以送没办法 二闪直接踢回来 真的是有点上头了 直接踢回来打一套 西野又收一个人头 这波本来是一个 这西野都崩了的 这西野连续收两个人头 中路这边的话 应该也不用担心了 惊呆了 怎么会有这种操作 这样一来 在下半区 我们看到 U才一直在压线 不过等级起来之后 大嘴和风雪的下路 并不落于一个劣势 但补刀方面的话 还是被压了20个刀的 不过这个 这个组合是这样的 这个组合被压20个刀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很正常 对 很正常的一个压刀 不过 现在问题点是在于 你虽然被压刀正常 但是你塔 绝对被压成什么 就不正常了 待会再来一波下路 是有可能直接连人带塔一起拿的 是的 现在香锅已经过来 身上是大招 快好了 大招已经好了 现在是没有闪现 要看做一个怎样的位移 他身上是有一个眼的 这个眼 并没有看到香锅 也一直在压线 从已经到达六级 甚至有大招的 这波大战一触即发 后续的话风雪这边先被打残 真要TP下来 过来的是一个 这回头一Q是Q掉了人头 你总是过来的奥恩 好像打得并不是特别好 一个说明西方并没有睡到 秦刚也进场也是没有控住 反手剩 这边是一个嘲讽 配合露露 先行击杀秦刚也 后续追击这个奥恩 奥恩这边也是要被败掉 旁边这里是直接收下了三个人头 只剩下ADC和中单 这一波感觉是可以 下路一塔是可以成功打下来的 这一波一个大节奏啊 连人带塔一起拿 我是觉得 其实我觉得风女那么残的血量 上单是完全没有必要提 风女个人的失误就不用提了 因为她在死取的情况下 既然被香锅的一发Q给偷掉了 她是有闪有大 是全技能的 然后后续 这边先打一套 这边是有点危险 手里有闪现的 后面一个TP 这个TP来自于 这个ADC 这边不是来自于ADC 这边是来自于上单 我是觉得 中国台北下路 这波是有点上头的 因为风女死了 那就死了 但是你死了之后 你的钟也赶来 还想急忙的上去切入 那就是给了中国队反达的机会了 看一下刚才这一波 蒜头血量很残很残 香锅是假装不敌 假装不敌 在一个很刁钻的位置 是在大嘴旁边Q死了 非常极限 这个位置想要杀 因为在这个位置 吃这一发 还可以自作的通牒 没想象的UZ 看起来有点难走 这一波不可能走了 那 大嘴拿下来 开始这一波 是UZ直接TP到线上 想要进行一波快速推进 不过你击杀掉UZ 局面来说的话 没有任何的改变 目前来讲的话 中国队是完全把节奏给打开了 中国台北 由于前期打得太不谨慎 导致11分钟 他前期拿到的优势 就荡然无损 现在是一个4000的经济差 你不得不说 这一盘麻辣香锅 真的是 哪里有人头 他必须是在 出现在哪里 对 出现在哪里 这里 中国台北应该是可以 击杀掉这个下锅前锋的 但是香锅赶过来 这个位置直接Q 看一下踢了一脚 下锅前锋 这个位置还是不太敢拿 打一套 香锅赶紧溜 露露赶过来了 这个看一下谁拿到的 可能是要露露吧 但是露露 这也是露露拿到的 对 露露抢到了 这边是中国队 抢到了这个下锅前锋 我觉得运气也不错 而且清赶也是没有惩戒的呀 没有惩戒的情况下 急着去Rash下锅前锋 我感觉中国台北目前来说的话 有一点点乱了 有点着急了 对 感觉他是觉得 中国队这个阵容 是不能前期拿优势的 一旦前期拿优势 中期会特别厉害 但是如果一旦 前期拿不到优势 中期其实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是 在偏偏 这个时候 马拉香锅站了出来 直接下锅打一套 两个人的血量都很低 上路来讲的话 这二打二 这个雪球是慢慢的滚大 这里ZOT在后面 开大招回血了 大嘴这边的话 出羊刀之前 确实都没法抗核 除了一样到之后 还有机会拼一下 上路这个塔的血线 目前还算比较健康 但是没法防 真没法防 但是局面来讲的话 中国台北这边是没法 阻挡女警的推进的 是早晚是能推得掉的 再打一套 大嘴这边是没有蓝了 这波应该没什么作战能力 可能要选择放掉了 一波冰勃一点血 一波冰勃一点血 是的 一来二去 在两波冰左右这塔就没了 主要是 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二打二的时候 你的组合已经是天然烈士了 中路这边的话 路路这边也是凭借号令之旗的一个推线权 慢慢的把中路塔给磨掉 在13分钟 中国队是把三座一塔给推掉 然后经济领先了6000 平A 然后再来拿着封龙 虽然前期的龙不是特别战斗鼠 但对于中国队来说能控就是好 现在设计师已经把那个龙的属性改得很平衡了 每条龙的收益都很不错 水龙是让中国队在前期的对线期方面是过得非常舒服 而且封龙现在是已经有过加强的 继续来吃中路的线 Maple现在很难受 因为本来是正常打着打着 忽然中路拿两个人头下路开始崩了 然后打野也崩了上路也崩了 经济已经来到将近6000的差距 虽然回家是掏射了无尽和一把狂热 白鸡这边也是把杨刀给做了出来 但是这个局面来讲的话 已经劣势蛮大的了 这是很难搬回来 这个位置睡一下 以后这个位置拉一个Q 这个Q看能不能打到 直接把马拉香锅打到半血 从经济上来看的话 领先的6000经济在这个局面的情况下 怎么说 往后这么多经济还想主动去开 这边确实没有想到 开始应该有注意到ADC的装备 但是没有想到小明在这个时间点 14分钟套了一个干锅出来 刚才被睡掉的时候 睡眠一出来 直接用这边的干锅解掉 是拉开了身位 没有给对面机会 但同时小明是把自己双招给交掉了 其实这个干锅出的 为团队是没有任何收益的 就是单纯位又在两神运作的 但团队就依靠于在这个单人线 对一个单核发挥 所以干锅是干锅是非常很有必要的 下路这上路这个二塔一撞 感觉推得很快 想尝试上高地 感觉是要移步到位啊 想移步到位吗 看一下 先锋 哦这里是过去用小明 拒制器拒制了一下 一撞撞到了半血 感觉中国队还不想走 真的想一口吃成胖子吗 哪一套 这个位置还能继续再打 哦这边的话 大招还是在CD中的 虽然一口没有吃成胖子 但是也吃饱了 也吃饱了 对 中国台北下很亏 他是直接把上路二塔和高地大半血量亏掉 确实 而中国队这一波是连拿一个塔 然后上半区的视野给控住 兵线以及野怪全部拿掉 现在前期的优势已经扩大到非常大了 没想到的16分钟进阶 竟然会有一个8000的优势 这里想打Latme 但是不痛不痒啊 确实 亚运会的第一轮 目前中国队的这个成绩是 每一盘打得都很顺的 第一天如果这一局能赢下 那将会取得一个3-0的战绩 是的 目前这个局面来说的话 只要稳住慢慢地做一个推进 节奏不断的情况下 中国台北是很难去处理的 我们注意一下 西叶现在有点有点问题 哎 骚起来了 怎么来了一个这个东西 怎么来了一个杀人输 不过我平心而论 他说杀人输没什么问题 因为第一时间不是来秒他的 一般都是盯着UZ来杀 是 他这个输是能蹭很多的助攻 然后把这个层数给叠起来的 他只要第一时间不被奥恩和清光影开刀的话 这一盘露露是基本死不了的 但是虽然我们已经说到优势很大 但还是得稳住 对 因为中国队这个阵容 因为是一个单核 单核一旦这个核死掉 是很容易被翻盘的 并且中国台北的清光影大嘴和左翼 其实到了后期都很强 就后期的话 中国台北有三个强力的CRL 而中国队的话只有一个女警 所以说即使有优势也不容有势 再控一条风龙 现在是17分钟 控了死 控的龙非常多 这边 这也归功与相过的一个节奏吧 这边差点回旋踢 后期的话没法一个果断的一个闪现 也是逃脱了危险 在Q中间穿了过去 是 这边 这边过来 一闪并没有踢到 还用通蝶拉得有点开 于在这个位置一直在和贝贝对路 贝贝这个位置 又睡到了 干锅捡 捡一下这个位置 是让于在一发皮A收掉了贝贝 旁边西叶过来 还差一下 这发Q 还是没有打出去 又是这个干锅啊 没这个干锅的话 感觉 于是还可能不止死 目前这个 不只是这个224的数据 现在还来把下路二塔给推掉 接住这个炮车 龙现在其实只拿了两条 因为开始那条相过打掉一半的时候 是被对面给骚扰而直接撤退了 是 所以这边是中国队空了两条小龙 下一条是土龙 这边西叶 推完塔直接撤 中国队是把女警这个推塔体系 再包括耗灵之旗的这个加强炮车的体系打到了极致 现在9000的一个经济已经到了一个平静了 接下来想再扩大优势的话 高地没那么好上 真的是要尝试拿大龙了 因为这个高地来讲的话 中国台北的不论是奥恩还是左翼 在塔下的一个手高地能力都是能给 这波有一闪 看一下Betty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直接是交了闪现 但是瞎子绕后 先踢回了一个风力风力一次 也逃脱了 正面背背这边先被流起点死 后续大嘴也承受不住 这边是让露露收了大嘴的人头 这边还炸一下 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是给了一个大招保住吸 这一波又是打一个零换二 同时中路二塔也可以拿 那么在20分钟之前 中国队应该是可以把中国台北 所有的外塔全部推掉 没有想到中国台北这一盘的一个攻势很猛 就是即使我连史再大 我还是要尝试主动出来 找到我自属于我的节奏 也不想被中国队温水煮青蛙 香锅这一把真的是太carry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Let me这个嘲讽的有点直 Betty是直接交了闪切 然后往墙里面走了一下 然后被嘲讽的有点直 但是没关系 这一脚踢是直接把风军给击回来 然后后面是接上了很多伤害 最后是已经走掉的那一瞬间 平A加上皮克斯 帮西叶的露露收到了人头 现在是已经来到了一个 12层杀人数 323的一个战绩 还补了一个大棒 这一盘打野的一个发育 青蛙影视炸的厉害 落后了2000多 而且等级是落后了三级 三级确实有点恐怖了 一般情况下 两级是已经属于大劣势了 三级就真的没法形成了 三级一般是不会抢龙的 三级一般是没有抢龙这种东西的 是 因为两级的时候 就两级或一级 这个龙大概就这么几十点的 就惩戒的伤害 可能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三个 三级确实就挺有问题了 经济破万 后续中国队可能还是想逼男爵的 但其实要我说的话也不急 现在不能给对面任何机会 中国队现在处于一个共骨为盈的状态 下落先把兵线给带了 入侵一下野区 然后再把兵线给逼过去 其实现在目前中国队最想看到的就是 中国台北是主动出来迎战 这个位置直接想打一脚 是完成一波单杀 而且是直接还装了还走 开启大招大起四人 但是后续没有伤害跟上 后续的话女警站在前面 点了一枪左一 伤害确实很可观 接下来的话 一枪之一的血量 这里是给了一个盾 这个顺便又是没有涉及到 这个盾很厚 而且女警这盘真的是不可能被控的 旁边还有一个干锅 虽然干锅现在已经用掉 是 还推中路的高地 中路高地推的非常的快 风女已经复活 不知道中国台北之国 是不是要选择放掉水晶 但贝贝这个位置 其实不是特别好上 还是要放了 还是要放了 奥恩这边的大招是cd的 嘲讽住奥恩 奥恩这些交了一个 一技能撞走 旁边贝贝也只能看着中国队 拿下了中路高地之后 赶紧撤退 是的 刚才香锅有点秀啊 这些在高地上面 杀掉对面 而且还走出来了 是用W的一个位移出来的 同时这一波回家 于哉是拿到了自己的三件套 而且他看起来 应该还是要补一件暴击 他要现在出一个百分之百的暴击 可能会出个飓风 对 看一下刚才这一波 直接 香锅的一个千里狱沙 直接瞄准了风女 一套完美的康宝 A加一 然后当控制打完的时候 直接一个大招 再摸一个W出来 行云流水 其实风女低时间 如果尝试开大的话 也不至于自己被秒 但是可能没有反应过来 对面伤害这么高 对 这种一般就是在RUNK里面 打着打着 对面有这种伤害的 自己应该就很难很难打 盲森一般打到这种中期的时候 是一个弓弄型的一个打野 但是他这么顺的情况下 他其实本身是一个刺客 他装备好的情况下 真的是秒杀能力很强的 旁边这里找到贝贝 贝贝如果走得不及时 是有可能要被单杀的 这个位置直接一脚踹到 Q这个位置再发平A 应该感觉 这里有人要过来分一杯羹 是让小明收掉了 他还故意让人头太坏了 那这样的话 青钢引阵亡之后 上路的这个高地塔 也很难去守了 现在中国队也想好了 反正我打的大龙半 我不打 现在一个一下 所有他血量就很残很残了 那这个上水晶 可能会直接放掉 现在加个盾在身上 会有一个将近3000的血量 直接唱一个大招 这会叫撞 但撞得不特别好 旁边并没有一个太好的机会 装备差距实在太大了 女警不停的 这边扛不住一个伤害 卡玛拿下人头 后续闪现追击 左边这边一次血 ADC皇城PK 一个暴击 Betty也是一次往后撤 回到了自己的泉水里 这一波虽然是 只杀了一个人 但是把所有人给打退了 这一波又再是一个人 赶着对面四个人走啊 有一个风不稍微吹起来 一个水面气泡睡到 这个时候Let me 感觉有一点点危险 直接把身位给拉开 装备的一个差距实在太大了 谢这边回家 可能会TP出来 这个位置 贝贝又是一波不理智的上前 这个位置应该是可以直接平A 让于在收下人头 接下来的话又是一波平A 让露露收下 后续 去到高低塔上门压塔 这个位置还差一丝 前面后交出了闪现 这个闪现是减的 还在逼冰线 现在冰线下路也是聚集了一波 那这样的话 中国队可能先想把三路破了再说 选择最稳健的打法 是 并没有撞到于在于在还在回头平A 这个位置 这边是有低技能的 这是上海太高了 三两下把先打下双杀 这边是直接击杀掉了对面的左一 这样的话可能会尝试一波了 这样推掉一个梅亚塔 另一个梅亚塔应该也是要应声倒地 我们应该可以在25分钟 恭喜中国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这边还在平A 还差一下这个位置 给一个大招 这边青钢瓶 好像也是扛不出又是让西叶受了人头 那这样的话开始平推基地 我们提前恭喜中国队拿下三连胜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谢谢大家